中国美食的这个文化 可以说是非常博大精神的 书法也是博大精神的 但是两者交集在一起的时候 它这个交集面并不是很大 你要把所有的书法中的 和美食稍稍有关的提取出来 搜罗出来 这里边我确实发现有一些 在法帖中所提到的 和传统美食和现代 这个饮食有点关联的作品 有几件 比方说九花酱 和羊羔肉等等 在古代法帖中 也有这样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有五代杨宁式的九花帖 还有比如 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一种叫子鱼 但是在古代的话 在北宋 南宋 它都是非常稀缺的一种鱼类 路由写的这个法帖里面等等 都可以看到这些踪影 都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印证 这样一个美食的活动 仅仅是一个影子 是一个吸引点 一个切入点 我希望大家更深地来关注 它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 书法中有很多跟美食有关系的 所以用了三年的时间 我们来酝酿这么一场 从餐前水果到饮品到热菜 到所有一系列 真正的是一桌盛宴 还有我们茶衣啊花衣 都围绕着从书法中 挖掘出来的美食传统 是一个共同的创意 多元的维度的一个集体呈现 通过吃 这样最能够接地气的一个路径 让大家来亲近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些美食往往都是家常菜 比方说有萝卜啊 有肉啊 有鱼 都是你菜场里买得到 那么他们在做的时候 突然发现原来古代人 也是喜欢吃这些的 他是能够体会到 古代人的一种精神生活 和他们的生活日常的乐趣 这样的话 他在家里做的时候 就慢慢地会接触到这些美食 接触到这些书法 包括我们的菜名 也是用书法的方式来提醒 说明书法本身就是日常的 我只是一个抛砖引玉 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有更多的专家厨师 能够加入进来 越做越好